我是党宇田 来自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毕业以后 我选择进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进行工作 我在博士期间也参与了大量的乡村的实际的建设的项目 这些项目有两三万平米的建筑也都在乡村已经建成了 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寻找到了 作为一个建筑的学者 我的使命和责任 其实就是把我自己的所学的知识 能够贡献到国家老百姓的人居环境的改造之中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幸运 也非常的美好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乡村建设 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纠结和顾虑 直接选择了回到陕西 能够在我研究的对象 就是陕西的这片乡村里面 西部的乡村里面 然后进行继续的研究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是来自经济管理学院的 2014级直播生赖长青 我毕业后去向是到湖北省 平坤县或者革命老区工作 我从乡村一步步走向县城 走向了地局市 走向了省回城市 最后走到了北京的清华 我是自己是基层成长起来的学生 我希望能像以前毕业的那些优秀的学长学姐一样 到基层建功立业 建行清华的家国情怀和做一个能够对得起时代需求的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叫古利丹娜来自清华大学医学院医学实验班临床医学班年之专业 我毕业之后将去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做一名临床大夫 我选择去肿瘤医院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海外有两年的科研时间 然后在这个期间是遇到了非常多的肿瘤患者 头颈领癌的患者 切身地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 以及疾病对他们的折磨 那么在科研期间也是意识到 目前的肿瘤治疗确实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与瓶颈 尽管现在有很多新的热点的这样的治疗方式 但是还是有一些很难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希望能够在自己将来的事业当中为肿瘤治疗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大家好 我是来自哥伦比亚工夫国的达威海纳 是科学院二年级的研究生 我的传业是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我已经也得到了我梦想的工作的offer 就是我会在哥伦比亚共和国去华大使馆工作 我正好在这个大使馆的目标 我的第二个中国盟 就是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有清华大使跟哥伦比亚共和国 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